哈喽大家好,我是高娟,今天呢我要教你们折一个最容易折的回旋标 所以呢,在我的影片开始之前,记得帮我订阅,按赞,还有分享给你们的全部朋友看 所以呢,现在就开始教学咯 所以呢,首先你们需要准备两张纸,还有一个黏纸 然后呢,先把这个黏纸放在一旁 还有其中一张纸放在一旁 OK,然后接下来,你们需要先把这一个纸杖,把它折一半 OK,然后接下来,把它打开 然后再把这个,这个两个边折到这一条线 对,折进去 OK,倒转过来 然后再把这个折到这一边 对,然后接下来,然后接下来,你们需要再把这个折到这一边 折到这一个,两个之间 OK,然后我把它折进去 转过来,然后再折进去 然后再折进去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方法,你们就直接把它折一半 这样折一半 这样折一半 OK 那你们就把其中两边做好了 你们可以把它先放在一旁 然后再做第二个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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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拿一点点,撕一点粘质,把粘在这边固定 再压在这边,在这边粘一点粘质 固定了之后,就再把它的这边粘好 OK,接下来是把粘一点粘好了 你们大概只需要撕 这样小而已 只需要撕这样小 然后把这个 粘起来 如果你们撕太大 会让它 嗯,就是 比较难飞回来 OK 好 然后你们需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 粘起来 这个你们需要撕 大概就是跟这边一样的 然后 其中一半粘在这边 再其中一半从后面粘 OK 四边都跟着这个步骤做 好 做好了 然后明天早上 我就玩给你看 它是形成怎么样子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想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 还有分享给你们的全部朋友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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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